内裤的银子可不是为了补护部的亏空 要些什么准备 瓦儿早已习惯了夫君与这世上男子不怎么相近的思维习惯 好奇问道 比如自己能不能为下一代营造一个很好的成长环境 瓦儿微笑说道 先不要考虑过于长远的问题吧 我比较好奇的是 丝丝肚子里的到底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呢 先前不是说过 嗯 你无法必操胜算 必操胜算这个词用得很巧妙 那你是喜欢男孩子还是女孩子呢 女孩子 范贤斩钉截铁说道 瓦儿有些疑惑地看着她 半晌后像是明白了什么事情 叹息说道 难怪你知道自己有孩子后不怎么开心 想来是觉着思思不再是个女孩子了 范贤大惑 正正问道 为什么这么认为 女孩子是珍珠 等生了孩子 渐渐老了就要变成鱼眼珠子 而你是喜欢珍珠的 就算不把玩 看看也好 林婉儿笑咪咪咪说道 这是你自己曾经写过的话 可不要否认 范贤自嘲一笑 这是曹公的看法 虽然和自己有些相近 但这不是自己得知将有后代依然无法喜悦的真正原因 可就算要变成鱼眼珠子 我也要为你生孩子 林婉儿正正望着她 轻轻咬着下唇 柔和却用力说道 范贤笑着点了点头 忽然正色说道 我知道这个世上有些比较奇怪的规矩 比如测试生的孩子要叫正式为母亲 甚至有些从小由正式养大 而很少能见到自己亲生母亲的面 林婉儿看着她 微微皱眉 隐约猜到她要讲什么 虽然世上的大家族都是如此 范贤很认真地看着她 但我们不要这样 不是请求 不是要求 是不容拒绝的智慧 是不要 范贤本不想在这种时候 说出这么严肃的话来打扰玩 本来就难以酸涩的心情 但是前世在病房里看大宅门时 着实被高娃截眼的那个混账中年鱼眼珠子吓惨了 林婉儿点了点头 眼中闪过一抹难过 缓缓说道 我明白你的意思 不要伤心 范贤沉默片刻后 展颜笑道 在杭州这半年 我对那要进行的改良你 也都看在眼里 而且最关键的是 明天费先生要来 他既然敢来见我们 自然是有好东西给咱们 他怀中的娇柔身躯忽然一震 林婉儿不敢置信地看着她的眼睛 惊喜说道 是真的 虽然这个消息让婉儿高兴了起来 但范贤知道自己那不留余地的话 依然伤了对方的心 只是为了思思和思思负礼的孩子着想 他必须把话说在前面 便在此时 他轻轻叹了口气 一是心中确实有闷气需要探出 二来 钱世金先生曾经在路顶记里 让小宝玩过这招 对付女生百事不爽 果不其然 婉儿见他面色沉重 马上将自己心中的小小忧愿挥开 关切问道 怎么了 先前你也看出来 知道思思有喜的消息后 我并不怎么开心 反而有些害怕 范贤低着头 似乎想从妻子的体系中 寻找内心的支持与安慰 其实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自然是担心婉儿触景伤心 这个原因先前淡淡提过 至于第二个原因 其实很简单 我是一个没有父亲的人 范贤微笑着说道 虽然有父亲 甚至有两个父亲 可是在丹州的时候 我一个也没有 而且真正的那个 似乎从来没有当过我的父亲 很拗口的一句话 但婉儿听懂了 有些警惕地看了四周一眼 确认这句话 不会被别人听进耳中 父亲他对我极好 可是你明白的 这终究不是同一件事情 而至于宫中那位 自丹州来京都后 我便是将他看白看透了 连你太子哥哥和二皇兄 都像驴子一样被驱赶着 更何况我这个私生子 我是一个没有父亲的人 范贤加重了语气 重复了一遍 所以我很害怕 自己不会做父亲 故而先前的第一反应 就是惶恐不安 范贤前世的时候没有父母 这一世也没有父母 更惨的是 前世是老天爷太不是东西 这一世是父母太不是东西 是的 在他的内心深处 他向来认为在教育子女 这个环节上 母亲做得也非常差劲 很让他伤心 他两生成长的历程 都有这方面的缺失 给他的心理带来了极大的阴影 往日或许还没有察觉 可今日范负的喜讯 却将他的黑暗面 完全映照了出来 他下意识里拒绝承认自己 要成为一位父亲 林婉儿满脸怜惜地看着他 我的母亲也不爱我 范贤有些默然地说道 或许你不相信 可是 他真的不爱我 无法爱 还是不爱 世人总以为 叶青梅便是范贤的母亲 但只有他自己清楚 在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之后 他对于那个遥远的女人 有的只是好奇和一股莫名的情感 只是随着渐渐成长 深周的人不停地讲着 那个曾经光彩夺目的女人 深周的是 不停地述说着 那个女人的过往 深周的痕迹 不停地提醒着 范贤那个女人的存在 久而久之 前世没有获得过母爱的范贤 终于习惯了这一点 开始逐渐 接受自己的母亲 就是叶青梅 开始依恋这个名字 两个穿越者孤独的灵魂 或许因为母子 这一种最坚固的纽带 而互通了起来 她承认了这一点 并且在北齐西山那个山洞里 当着萧恩的面 亲口说出了这句话 可是 看过箱子里的信 知道了许多当年故事的范贤 不得不告诉自己 叶青梅并不爱自己 不是指自己这个意识的灵魂 而是对这个肉身的儿子 也没有多少爱 她继承了叶青梅的监察院内裤 庆余堂 当年的人脉 亲密的战友 但这些不是她刻意留给她的 而且 即便是留给她的 又如何 我的母亲不爱我 范贤平静说道 不然她不会抛下我一个人走了 林婉儿想宽慰有些失神的她 却不知该如何说起 那个早已故去的婆婆 是怎样光彩夺目的人物 自幼在宫中长大的她 当然清楚无比 不仅仅是因为这个 范贤周梅想着 当那个箱子被打开的时候 她就有些失望 因为那封信是留给五竹书 而不是留给自己的 尤其是信中的内容 让她更加失望 她称 我为混账儿子 她微笑着说道 而且她没有给我留下支言片语 就这么走了 这种淡然 这种平静 显得有些冷静到荒唐 范贤周没想着自己的言情深事 总觉得自己的出生 或许本来就是个很荒唐的事情 她继续说着 婉儿听得却有些心寒 她没有告诉我 在这样一个危险的世界里 该如何生存下去 她没有告诉我 究竟谁是值得信赖的 她没有告诉我 饭应该怎样吃 老婆应该怎样疼 范贤笑了起来 她对天下的万民有大爱 偏生对于自己的子女 却没有什么关注 这一点是不是很混账 大概也只有这样混账的母亲 才会生出我这样混账的儿子 说完这句话 范贤轻声咳嗽起来 林婉儿从她腿上下来 一下一下捶着她的背 范贤摆摆手 笑道 好险 幸亏还有父亲 她直指前宅的方向 又说道 还有奶奶 还有那两个怪老头 不然我这辈子 还真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模样 范贤一向是个很自持谨慎的人 像今日这般感慨的时间 并不怎么多 林婉儿一直插不进话 看见她渐渐脱离了一位商探 干脆微笑看着她 听她艺人的内心独白 听我唱首歌吧 范贤忽然很认真地说道 林婉儿点了点头 有些好奇 一个大男人会唱什么样的离曲呢 范贤起唇而歌 声音轻量之中 带着三分酸楚 她的嗓音并不好 但这首曲调格外忧伤 忧伤之中又带着三分期望 如雨后言下 只和期盼母亲归来的孩子 像眼下被风吹雨打着的白布小人 飘飘荡荡 魂不着力 只被那支线牵着 说不出的哀伤 却眺望着远方 一曲终了 什么意思呢 范贤唱的是一种 林婉儿没有听过的文字 字节发音有些怪异 歌词的大概意思很简单 大概就是母亲大人你好吗 昨天我在山树的枝头上 看见了一颗明亮的星星 星星凝视着我 就像母亲大人一样非常温柔 我对星星说 要经受的起挫折哦 是男孩子吗 如果感到孤独的话 我会来说话的 有一天也许会的 那么就这样吧 期待回信 母亲大人 一休 一休 母亲大人您好吗 昨天寺院里的小猫 被旁边村里的人们带走了 小猫哭了紧紧地抱住猫妈妈 我说了 别哭了 你不会寂寞的 你是男孩子吧 会再次见到妈妈的 总有一天一定 那么就这样吧 期待回信 母亲大人 一休 一休 范贤微笑看着眼圈 都已经红了的玩 说道 很好听吧 嗯 玩儿用鼻子嗡了一声 问道 一休就是那个血性的孩子 好可怜 是啊 一个绝顶聪明 却不能和自己母亲一起生活的可怜小孩子 范贤笑着说道 和我很像 只是他写了信 还可以有地址可以邮寄 可我写了信 又往哪里寄呢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母亲大人 在安静的卧室之中 借由窗外洒过来的那片淡淡天光 范贤取出钥匙 轻轻打开了黑色长箱子最外面的那层 然后用稳定的手指按了几下 忽然间开始想念五竹书 缓缓取出上面的金属器具和那封薄薄的信 范贤没有多看一眼 因为他对于那封信的内容已经太熟悉了 他只是将目光盯着第三层上面的那张纸条 那张似乎随时要被风吹走的纸条 纸条上面是夜清眉直棱棱的笔记 喂 如果是五竹的话 老实交代 你是谁 范贤如同那个雨夜里一样 嘴唇微动 说道 我是你的儿子 你是怎么打开这个箱子的 估计不是我的闺女 就是我的儿子 下面的东西 等你搞出人命的时候再来看 切记 他打开了第三层 从里面取出那件东西 看了两眼上面的文字 然后忍不住苦笑了起来 自言自语道 果然是堕胎药 我说妈妈 你的恶搞能不能有些创意 他在屋内沉默许久 然后抬起头来 用自信的笑容 对着那个箱子认真说道 妈妈 我搞出人命来了 不过我不会用这个东西的 你总是习惯将一切事情当成笑话来做 所以最后 你很可笑地离开了我 而我不一样 我会努力地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 至于我的女儿 或者是儿子 请相信我 我一定会把她照顾得很好 至少 会比你做得好 给你做起飞刀的